大家好 我是飞飘队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好 我们今天主要去聊聊派 今天聊派呢 主要从两个方面去聊 第一个呢 是关于派币 它现在在市场上面去已经映射的 能够去流通的派币总数量呢 大约占了派币整个发行量的1% 所以说现在派币在整个社区里面的流通率呢 它是比较低的 那这个第一方面 那第二方面是关于现在在民间市场啊 就是这些挖派的派先锋呢 通过年后呢 都想去囤点派 那为什么要在年后囤不在原前囤呢 因为年前的时候呢 有的派员就考虑到 哎 我们过年了嘛 过年还是要在手里面留点资金 那么在过完年之后 手里面的这个钱出来之后 那么或者说过年把该花的花销完了之后呢 把这个钱拿出来再去囤点派币 那这是关于去囤派币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把这两个信息结合起来呢 就可以看得出现在这个派的整个在市场上面啊 派先锋的一个热度呢 它其实是有所下降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人们在去囤派币的这部分人呢 其实他们的这个内心里面还是比较的有一点纠结 就是说纠结于这个派 它现在这个价格 那么我们现在囤起来以后会不会亏 还有就是派的这个流通率嘛 因为刚才讲到流通率才占1% 所以说现在买它的这个 随着未来的释放会不会让自己啊 去做一个亏损是吧 好 那主要就结合这两个呢 我们去看看 那么现在先去看的是它链上的数据 链上数据呢 现在派币整个已经映射的数量是28亿多 那么它的一个锁仓量呢 大概是在18亿5000多万 那这里算一下 其实实际上啊 它是不到这个10个亿的 不到10个亿的量呢 其实就把它就算10个亿去算的话 那么它的总共的一个是1000个亿的派币的循环总供应 那这样一算的话 它的流通率仅仅只有1% 1%的话 那就证明社区里面的量少 那么我们社区现在通过去映射的这个数率 它不是说那么快的 不像这个我们所想象中的 它要去为了公开性的主要 它会大量去释放这个映射币给大家的 从电商数据上 它电商数据是不会说谎的 所以说能够看到呢 现在派的项目方在四方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它的速度是并不太快的 然后这是关系这一点的 那第二就是我们刚才去讲说囤币的囤币呢 因为有先锋在这里去咨询我啊 就是说现在去囤币到底好不好 现在囤币有没有风险 那么囤币的这个模式是什么样的 那么可不可以通过在一些国内的一个商城 或者说国内的一些应用程序去囤在上面 然后再拿出来 那这里呢 我就要先去回答一下 现在囤不囤币 囤币呢 是来源于你要拿你的闲审资金去购买加密货币 那这种囤积的方法 一定是要有自己的一个闲权去操作的 那所以我为什么非常支持这些 在年后去咨询我的这部分人 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在年前的时候 在中国过年的话会花费很多钱 比如说孝敬老人的钱啊 比如说买礼物的钱啊 比如说跟小孩的压岁钱啊等等的 这个开销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说把年过完之后 再去做这个投资策略 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那么把你的该用的钱花完了 或者该去做的事情做完之后 你有闲资的钱你去做一点 那么这呢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那我们现在囤币的有哪些方法呢 那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说囤积在一些商城里面 或者囤积在一些生态里面 因为生态里面他们有一些啊 比如说项目方给他们对接的一个生态钱包 那么他们是可以在这个链上去进行流转的啊 比如说你去购买商品的时候 那么你的这个有的那些商品发出去之后 你人们收到这个派遍 他就是打在这些钱包里面 他是可以有囤积的行为的 那这是一方面的一个囤法 那第二个呢 就是通过你的这个已经过完KYC啊 那么你拿到映射的一个账号去囤 那么你又可以是你自己的账号 也可以说你没有的话 你去购买海外的账号 那这里面呢我就要分一下 就是说比如说你要去囤积在这个啊 别人的一个生态里面去 那这个安不安全 有人问我这个安不安全 那比如说有人就问哎 这个生态里面到底安不安全 那个生态到底安不安全 其实说实话 在我看来的话 这就相当于是说 这钱就是你个人的钱啊 那么派币就是钱嘛啊 把派币比做成钱 那么派币变成钱之后 你把这个钱呢 就放在别人的钱包里面去 别人的口袋里面去 那么以后呢 别人诚信 那么别人呃 这个他做的是一个诚信的事情 这个生态是比较诚信的 那么这个钱他会给到你 那么另外这个生态没有去倒闭 这个钱也会给到你 所以说你当把钱放给别人的时候 你就要做出一个心理的 你打算当别人出现意外的时候 当别人出现不诚信的时候 这个损失呢 是你自己的一个钱 所以说这一点 大家把它理清楚 那我不是说这些生态 就一定会这样 而是说有这样的一个风险在里面 那么第二种呢 就是说 你通过在海外的一个账号 买了之后 通过KYC 通过KYC 拿到了这个映射代币 那么这时候 你这个钱包就可以流通了 是吧 流通之后呢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钱包去 购买黑市里面的币也好 或者通过其他网站 去购买这个代币也好 那么直接就到达了这个海外的账户 那这海外的账户呢 因为是你购买这个账号和密码 还有助记池在你的手里面 所以说你就有对于它的一个控制权 那么转账啊 转入啊 转出啊 或者说达省呢 或者说收币啊 都是没问题的 都完全在你的手里面 那这个助记池是因为是你自己设置的 只有你自己知道 那当然你说有没有风险 这里面当然也有风险 什么风险 比如说别人通过了一些手机账号码 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把这个账号给找了回来 那找了回来之后呢 你这个手机挖矿 那当然你就没有办法再去挖矿了 那至于里面已经创建的这钱包呢 它删除哈 我们没有去做过这个测试 只是说从区块链的角度来讲的话 它是没有办法把这个钱包给删除掉了 它只能说把这个钱包给替换掉 替换掉之后呢 你这个钱包里面的资产 只要有你入住记池 依然是可以进入的 那好 这还是关于这个钱包 在海外的钱包里面 你去囤币的时候 它所出现的状况 那当然这个买的当时是一个账号 这个钱包是你自己创建 所以说你就获得了这个账号 或者是钱包 其实我们本质需要的 仅仅是你买到账号之后 拿它账号去创建的这个钱包 所以说这个钱包里面的一些 私钥也好 或者里面资产 永远都是属于你的 所以说它的风险程度 会比第一种要稍微低一点 那第三种呢 就是比较简单 就是说你自己的账号 也是你自己通过KYC的 也是你自己去印识的一个代币的 那这是所有的信息 都是你自己的 所有的控制权都在你里面 账号也是你自己的控制 钱包也是你自己控制 那当然这种是最好的 但是奈何语言 现在中国去这边 它的去通过KYC的速度并不太好 然后大家通过KYC的人数也不太多 所以说这种的内心的人群 是比较少的 所以说现在在市场里面去 大多数还是采用了第二种 去购买海外的一些账户 买了账户之后 去创建自己的私钥 创建自己的一个钱包 通过这种方法去囤币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基本上给大家讲清楚 在囤币环节当中 它的优先选择 优先选择肯定是选择自己的钱包 第二是选择海外钱包 第三才是选择商城里面的 或者选择这些生态里面的 因为生态还不是由你去控制的 是吧 所以说我们的排序就是第一 安全的是自己 第二安全的是海外钱包 第三安全是这些生态 然后这一点讲完之后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因为有人认为 生态钱包它可能会 还是很安全的 因为它对于生态的方式 非常信任的 如果你对于生态方非常信任的 那你完全没有必要去买海外账号 你就去囤在它的生态里面就可以 这取决于你对于你的资产的保护的 一个安全意识程度 以及你对于它的一个 信任程度而已 那好 那我们再去讲一下 关于囤派的风险性 囤派的风险性来源于两种 第一种风险性 就是来源于派币的 一个币价的波动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 派币的整个总数量 它现在讲的是1000个亿 那至于以后会不会通胀 就是说所谓的这个蒸发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打说是它以后不会再去 蒸发就是1000个亿 那我们现在流通量才1% 那这个大家知道 流通的量越来越大 需求人越来越少 这个币价必然会下跌的 所以我们知道 在去年的时候 最高的时候 这个派币的数量 可以大概是在0.5几美元 就是说在民间市场的一个交易 是大到比较高的一个价格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的话 在0.3几美元 那么高一点的0.4美元 那实际上在黑市里面 我们现在价格 就是不到0.4美元了 所以说价格 从去年的时候 它是有所下跌的 那这种过程 就是说派币在不断的释放 那么它这个价格 就会不断的去下跌 那除非说是有更多的人进来 比如说有更多人去 看中这个派币 去吸引到它 人们去进来 那这个过程呢 它不是说是循序渐进的 有可能是一下爆发 这个爆发原因 是来源于派币出一个政策 出一个什么好的生态之后 它一下子可能就会引来人们 对它关注 它价格可能一下子走高 它不是说是 按照我们正常来讲说 你什么价值投资 慢慢涨钱 或者慢慢滴下去 没有这种说法的 我认为是没有这种说法 所以在派 现在呢 它的价格走低呢 不是 我认为的是不是因为 它的这个流通量才1% 也并非是它的稀缺业辅 而是来源于市场上面呢 这些派先锋呢 对于派币的一个信心度不够高 而且这些这币上呢 对于派币的一个信心度不高 所以说它的一个价格才 随之啊 从去年的一个比较高的价格啊 往下去走 那所以呢 在未来的时候 你现在去囤派啊 比如说你现在就把这个派币买了 买了1000U的 那未来这个派币继续跌继续跌 那所以说你的风险来于这个派币 它不值钱了 之后你的这个经济损失啊 你的这个USDT啊 或者你的法币啊 就会随之对应的变少啊 是吧 所以说这里面的风险 就来源于派币的下跌 那么第二种风险 第二种风险就讲的是派币 直接就不成 因为派币现在它的一个啊 整个项目方的一个发展过程来讲的话 我们一直来分析啊 都认为它是大概率的会成功 但是呢 派项目方呢 它是模拟两口 或者说是扯不长也拉不扁啊 我先跟他讲了扯不长也拉不扁 它是软绵绵的 你打回去 他不回应你 你骂他 他不他不回应你 你你做什么 他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回应 或者很明确的回应你的时候 这是非常无力的 这是非常沮丧 非常悲观的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不确定他啊 是否是一直这样做下去 或者一直让这样拖下去 如果拖下去的话 拖时间很久了之后 大家都不去玩的时候 他这个热度降下去 那么这个派呢 他可能就会慢慢的消失 那所以你这个时候投入进去的钱 比如说你投入的是也是一样的 投入1000优 这个时候来源就是可能这个派就直接宣布失败 那你1000优就没有了 所以说现在在投资派币 尤其是在黑市上面去投资派币的话 它的风险性能也是蛮高的 一是来源于它价格的波动 那么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个风险 第二方面呢 是来源于它项目的不成功 给你带来直接的本金的损失 所以说这个的就要看自己的一个胆识 或者说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动力去做 所以说这是关于这一点的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投资的 就是说现在有的派就说 现在派币呢就说买多了 感觉起来就说考虑到这个风险性 那么买少呢又觉得这个没必要 那脸那脸派币对他来讲 他说我本身自己也忘了派币 我没有必要去买 所以对于这种派语来讲的话 你就要去观望观望 再去看一看是吧 那因为我们不能说是劝别人 去投资什么样的项目 因为派币呢确实来讲 它没有像加密货币圈 2G市场那些项目来得更加直接 那么你就像说是今天能够投资进去之后 你明天就能看到涨一跌 或者说下一分钟就能够看到出你涨一跌 而派币它是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 你投资进去了之后 有可能几年之后才能看到一个结果 所以说在派币的投资过程当中 它其实风险也是蛮大的 那所以这要看你对它的信仰度到底有多高了 那好 这来就今天要去给大家分享全部流容 那以上分享的就是两点 第一就是关于派币 现在总共的流通量 我们做查询的是在1% 那第二个就是关于现在派币 在市场上面去囤积 在黑市场上面去囤积 那这个风险依然是非常大的 那以上的分享 仅仅是有个人观点和个人看法 如果说你其他不同观点和建议 也可以在下方评论里面 那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 在视频更新的第一时间 你就可以收到 那好 今天就这样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